我听了哟,哟,蹦,这样紧张声,我就听了这样。 其中报道最多的就是这篇《外星人尿壶》的文章。 那么,掉落的物体是什么?它又是从何而来的? 难道真像传闻的那样来自外太空吗? 带着这些疑问和猜测,记者对此事进行了调查。 为了证实大家最为关心的物体是否来自外太空的说法, 记者找到了集美大学教授杨孔庆,跟我们一同前往。 事情发生后,已经有人向当地警方报了案, 并且把那个不明物体交到了派出所。 因此,我们首先华安县华丰派出所。 在这里,我们看到了那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不明物体。 这个看起来形状怪异的物体是什么? 它怎么会掉落在这里呢? 事情的经过究竟如何? 我们在民警的陪同下来到了事情的发生地, 华安县曹宝村。 听当事人卢丙镇讲述了事情的详细经过。 2006年9月1日夜晚,刚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卢丙镇边看电视边整理东西。 此时已经十点多钟,她的妻子早已经熟睡。 突然间,一声巨响,打破了夜晚原有的宁静。 担心家里的电视机被损坏,老卢起身拔掉了电源插头。 可是,还没等她坐稳,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,让老卢顿时感到一阵恐慌。 第一声是小声,第二声就非常大声。 难道是发生了什么意外? 老卢赶紧出门查看。 在他家的后院,有棵生长多年的龙眼树。 会不会是打雷把那棵树劈倒了呢? 巨大的响声同样惊动了周围的邻居。 借着手电筒的光亮,老卢在后院搜索着。 忽然,老卢在后院的地上,发现了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。 这样也看不清楚,就看得好像一个炎炎的, 炎炎的已经沉沉下,一点点下去,看不清楚一个炎炎黑黑的。 我来先摸一下,看会不会拿起来。 我一心拿,就烫下去了。 这个圆圆的物体究竟是什么,为什么还会发烫,大家都觉得奇怪。 顺着它掉落的方向,大家发现,在物体掉落的上方,有一块瓦片已经缺失了一角。 显然是被这个不明物体砸穿的。 这个奇怪的东西是从何而来呢? 物体会不会真的来自外太空? 原本已经宁静的夜晚变得嘈杂,并且充满疑惑,让村民难以入睡。 消息很快传到了当地华安县电视台记者邹银河那里。 第二天一大早,小邹从单位直接赶到了事发现场,对现场进行了拍摄。 邹银河也正是这件事情的第一报道者。 小邹拍摄到了事情发生后的第一手资料,并且在当天晚上发了一条天降不明物体的电视新闻。 还写了一天文字稿,发布在了当地的新闻网站上。 在这之后,接连好几家网站都转载了小邹的文章,并且越传越离谱。 一时间,卢炳镇家掉落不明物体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,村民议论纷纷。 至今回忆起当天晚上发生的事,村民仍然心有余悸。 在现场我们看到,土地上仍然还留有很深的土坑。 据村民讲,当时物体陷入土地的深度足够有15厘米。 而且我们还发现,有一根龙眼树的树枝也被砸断了。 当时有人测量过这个掉落的物体,重量多达7千克。 幸好事发时并没有人经过,才没有造成什么大的损失。 那么从这个现场来看,能不能判断这个不明物体就是从外太空掉落的呢? 拿一半,拿一半,从这里面大概判断不出来。 就是说广是这个判断不出来。 不过从这一块这个,这个食物来看,就绝对不是天外的来,天上掉下来的东西。 因为如果是从高空中下来的东西,这个会有很明显的烧尸的,就是, 或者你说隐私,隐私就不是这样,隐私是一块原,基本上是表面都烧死掉, 而且没有这个能能脚脚的都烧死掉了,不会有的了。 既然不是天外来物,这个不明物体究竟是什么? 它又是如何掉落在卢炳镇家房前的呢? 为了寻找更多线索,记者和民警一起对周围的村民进行了走访。 据村民们反映,不仅卢炳镇家附近的邻居, 有好多人在9月1日夜晚都听到了那声巨大的声音。 那么,村民们听到的那个巨像究竟是什么呢? 它和奇怪的物体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灵性呢? 在调查的过程中,我们了解到9月1日晚上, 正在派出所值班的林所长也曾听到过那声巨像。 在他当中听到一声爆炸的声音,一声巨像, 砰一下,我们的民警都吓一跳。 奇怪,因为这个声音非常响, 在夜十点多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山区里面很响, 我们就赶快冲到门口去看一下。 出于职业的敏感,林所长怀疑, 这声巨响很有可能是附近发生了爆炸, 或者是工地出现了事故。 根据声音大致的方向和位置, 他立即调动直班的几位民警, 兵分三路,到周围查看。 一路就是往一个左边有一个硅铁厂, 当时我们怀疑那边硅铁厂有锅炉, 是不是锅炉爆炸。 另外一路就是跑到九龙江边去查看, 怀疑会不会是有人用炸药去炸鱼呢? 还有另外一路就是再叫两个民警到附近的工地, 去看一看是不是有没有锅炸倒掉。 调查的结果却让民警们一无所获。 夜晚的九龙江一片沉寂, 没有任何炸鱼的动向, 附近的建筑工地和工厂里也没有任何事故发生。 那大概说行的那个大概半小时以后, 各路的人员也都回来了, 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。 民警和村民都听到过的那个巨大响声究竟是什么? 巨像之后, 掉落在卢炳镇家的这个重达七千克的不明物体又是什么? 如果不是天外来物, 这个形状怪异的物体从何而来呢? 这有一种可能性, 就是我们这一边有一个什么样的力量, 把这个弄到高空中再下来。 这个高空也不会非常高, 就是几百米到上千米的自动高度, 然后再飞下来。 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七千克的铁块飞到高空, 将树枝撞断, 砸穿了瓦片, 还在地上留下深度达十五厘米的土坑, 而且掉落之后还能持续发烫。 很可能就是附近的地方它将发生爆炸, 如果爆炸的时候它温度非常高, 非常高以这个这个肯定是很烫的, 那么经过短时间的飞行的话, 那个温度不会这么快散掉, 还是会保持很烫, 因为它爆炸的时候本身就是温度很高。 那从这个现在现场来看, 能判断它的大概的方向位置? 判断不下, 因为它碰到的那个东西太多了, 可能一碰它就会改变方向, 对吧, 如果你真正的物体是泡物线这下, 有一个呢, 但是你碰到东西你就改变, 一定会改变方向, 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。 对吧, 你再碰到这瓦片再这么下来, 估计你碰到这么小, 对吧。 物体掉落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抛物线, 而是经过了龙眼树的树枝, 屋顶的瓦片, 和墙上的砖块三处地方, 最后掉落在地上, 这就让物体的起始点有多种可能。 现在唯一的物证就是这块来历不明的铁质金属物体, 我们只能从物体本身寻找蛛丝马迹。 我一看就是说这个, 一个圆形状, 上面有一个把柄, 那个柄, 手柄是用一根针筋焊起来的, 上面有电焊点, 这个圆圆的下面一圈也是用电焊的, 有个焊点, 所以我们当时这个也没办法判定这是什么东西,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带到那个会电焊的师傅那边去看, 给他了解, 请问这是什么东西。 根据物体的结构和焊点的位置, 我们和民警对周围的电焊师傅进行了走访。 经验丰富的电焊师傅怀疑这个不明物体, 很有可能是气罐的某一部分, 而且, 乘放毅然一爆气体的罐体, 很有可能发生爆炸。 然而, 生活中的气罐有很多种, 不同罐体的结构也并不相同。 究竟这个不明物体是从什么气罐上掉下来的呢? 民警又询问了当地气罐生产和销售地。 经营液化气那边也去给他们, 液化气店走访, 还有到那个氧气店, 经营氧气店的那些店里面去给他们访问, 他说他们的盖子跟这个结构不一样, 但是他们提出说, 会不会, 他们讲说会不会是氢气, 所以这个我们就把, 跑到那个气象局, 去向气象局的有关专家去询问。 在当地, 氢气罐的管理属于气象部门, 最后我们找到负责的技术人员, 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答案。 有几种可能, 就是那种东西? 看起来这个是跟氢气亭的时候有点类似, 但是这个跟正规厂家出来的时候是有差距很大, 你看它的工艺可能是氢气, 应该是氢气瓶, 土造的氢气瓶, 对对对, 土造的氢气瓶。 那是不是天上什么东西掉下来的? 那氢气如果是氢气瓶去制造的时候, 它会爆炸的时候, 飞到天上再掉下来, 这个是有可能的, 所以我的爆炸, 那个飞上去会飞得很高, 这个不明物体是土质氢气瓶上的吗? 我们找来了一个和土质氢气瓶类似的罐体进行比对。 看起来比较粗畅, 这个比较粗畅, 派换这个比较粗畅。 而且中间你看这个像中汉后就比较粗畅, 都裂粗畅。 这个看起来比较精实。 就尽量把这个切口, 土质氢气瓶因为制作不规范, 一旦操作不当就容易发生爆炸, 而且爆炸形成的巨大能量, 足够把旱点不牢固的盖子炸飞。 那么是什么人自制氢气罐, 并且发生了爆炸呢? 经过对相关人员的一一排查, 我们最终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 原来村里有位姓苏的商贩, 平日在节日期间靠冲装氢气球赚钱。 那天就是要卖给一个安徽人, 那是具体的要怎么操作, 给安徽人讲, 这个药粉要怎么搭配啊, 怎么操作啊, 然后拿到九龙江那个河边那边, 一个空框地那边去操作, 因为操作不当, 引起那个瓶盖,瓶体, 花热, 没有及时降温瓶体, 那个花热以后, 那压力过大, 就把这个炸海, 炸海被人把导致的瓶盖砸回到高空, 最下的。 2006年9月1日夜晚, 那个安徽人在九龙江边 试验制作氢气的过程中, 因为冷却不及时, 而最终发生了爆炸。 这就是村民和民警在草板村的周围 都听到了内声巨响的原因, 而且爆炸将灌体的盖子冲到了空中, 下落时撞断了龙眼树的树枝, 砸穿屋顶, 最后才掉落在村民卢炳镇家午后的土地上。 幸好, 当事人在爆炸之前, 将灌体扔到了河里, 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 在10月20日, 对这个苏某, 因为他这种行为是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治安管理处网法 第30条, 灰法储存, 处置, 危险物质的这种行为, 我们对他进行的治安处网, 给他激留四五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判匀,